电视节目主持人永强为了拯救收视率,决定整个大活儿,魔鬼深夜秀,顾名思义,在场秀的主角是魔鬼邪教,请来的嘉宾也不是凡人,是一名神秘学博士,和他的实验对象小金,这小金曾经迷信一个崇拜恶魔的邪教,甚至被选为了活人祭司的祭品,搞行为艺术国家不管,但涉及到人命了,警察还是会来抓你。 在这批邪教徒打完子弹后,教主竟然下令全部人一起飞升,于是在他们自己点燃的烈火中,所有人都被烧成灰烬,只剩下小金一个人活着,事后小金被关进了精神病院,那位博士听到消息后带走了小金,成为了他的监护人,并把小金的故事写成了小说。 上节目前,博士再三叮嘱,小金天生就有很强的招呼能力,但他并不会控制,虽然现在在博士的帮助下,已经可以正常聊天社交,但还是不要搞出什么出格的事,万一节目上整出什么幺蛾子,大家都得完蛋。 永强嘴上信誓旦旦的保证,但心里已经乐开了火,幺蛾子,我要的就是幺蛾子,反正没有收视率,我后面照样完蛋,不如今天搞个大的出来。 在开始他的作死计划前,永强还叫来了两个嘉宾,一个是自称能连接阴间的灵媒,另一个则是专门打假灵异事件的魔术师,主打一个看热闹不嫌事大。 这灵媒看起来似乎确实有些水平,在现场比较能力的时候,虽然第一个人的名字猜错了,出了丑,但第二次却成功在现场找到了一个死者的家属,并且准确说出了死者的死因,与生前最爱的玩具名字。 死者的母亲非常感动,现场也响起了掌声,节目的热度被拉伸了一个台阶,就在灵媒推销完自己的全国巡演准备下场时,她突然感应到了一个十分悲伤的灵魂,她叫米妮,现场的灯泡也适时的炸毁,灵媒应声晕倒,节目临时切入广告,制片人以为这是永强故意安排的节目效果,过来兴奋的拍了拍永强与灵媒,嘿,这招绝呀,肯定会火,只是她光顾着兴奋了,没看到灵媒被她轻轻一拍,竟然喷出了鼻血,并且在后 的节目中,脸色越发苍白,很快节目回不过来,第二位打假的魔术师走到台前,十年魔术无人问,一招打假天下指,赛道选对了,风口的猪都会被吹上天,现在的魔术师要流量有流量,要口碑有口碑,仿佛成了民众的代言人,这次她来,就是准备用科学来解释各种灵异事件的,小秀了一波魔术后,魔术师直接把矛头对准了灵媒,并掏出一张十万美元的支票与其打赌,只要能完成挑战,这十万块钱就归你,灵媒很生气,自己毕竟是� 不是羞辱我吗?随后愤然离席,永强当然不能看着嘉宾离开,他赶紧上来打圆铲,说刚才灵媒叫的那个名字,米妮,其实是自己妻子的小名,此言一出,全场哗然,只有魔术师满不在乎,这一看就是俩人串通好的,就在几人争执不下的时候,灵媒突然大叫一声,倒地不起,肚子发出一阵奇怪的声音,随后口吐黑水,直直的涉带魔术师身上,好家伙,现场所有人都愣了,魔术师也想不出这到底是什么戏法,永强也不知道该怎么接,没办法,只能再切� 广告,灵媒被节目组紧急送往医院,魔术师还在阴阳永强,你为了流量这是脸都不要了,竟然拿出王旗来打圆场,可永强却一脸真诚,米妮真的是自己私下里给妻子取的名字,这没了嘉宾节目还怎么继续,好在制片人表示,虽然刚才的画面投诉的人很多,但同时收视率也在疯狂暴涨,继续你的表演,金主爸爸很满意,永强吃了颗定心玩,接下来就要开始他的重头戏,博士与小金了,二人上台后,永强先采访了小金,小金虽然一直待在精神病 与人交流有些困难,但他情商很高,对着永强一阵吹捧,说他是顶好的主持人,又不断与他共情,申免亡期之痛,成熟的似乎是个老年人,永强很惊讶,这小词说的比我不赖呀,哪有博士说的那么夸张,可就在广告时间补装时,小金突然扭头对永强说,怎么,难道我还不够漂亮吗,那完全不是小金的声音,听起来更像自己已逝的妻子,永强有点惊讶,但一时间找不到博士,他也就没放在心上,毕竟做节目才是他现在最大的事情,而且今晚发生了这么多事, 这一句话而已,没什么大不了的,可没想到,博士把永强拉到一边告诉他,小金从昨天开始情绪就很不稳定,嘴里一直念叨着永强的名字,二人说话是脸都要贴在一起了,显然他们有些更加深层的关系,永强根本听不进去博士的劝告,毕竟节目做到了一半了,这灵门一脚,说什么也不能放弃,安抚完了博士,制片人突然走过来拉住永强,刚才的灵门竟然在救护车上嘎了,直接把自己的肠子都吐了出来,永强人傻了,怎么个事儿,之前不是说好,就是上台来表演个小节 怎么把命都打上了,永强这下才真的有点慌了,事情似乎越发诡异起来,难道真的是自己的王妻来节目现场了,可自己心爱的妻子为什么要来伤害自己呢,难道说这里的鬼另有他人,不是另有他鬼,来不及思考,广告时间结束,几人再次被推到录像机前,魔术师作为坚定的唯有主义者率先开口,质问博士的神秘学博士证书是哪给他发的,不会是什么三流野鸡大学吧,博士人家毕竟是真正搞过学问读过书的,面对攻击非常冷静,不仅条理清晰的介绍, 自己的学位来历,而且很快给出了自己的反击,用科学的方式解释了恶魔附身的现象,直接打脸魔兽时,你这套都是人家玩剩下的,人家都把论文写出来了,所谓的恶魔附身不过是能量体干扰,那些恶魔与鬼魂,就是我们看不见摸不着的强大能量,和人同品后便能进入他的身体,小金之最特殊,就是他的体内藏着一只强大的恶魔,永强适时的故作惊讶,难道他体内的恶魔,就是当初那个邪教供奉的那一只,博士否认了永强的说法,说小金体内的恶魔 不过是那个强大恶魔的小跟班,不然以对方的能量,小金早就撑不住了,因为如此特殊的体制,小金非常吸引各种灵体的注意,别人招魂那是大海捞针,在他的身边招魂,那是对方排在对往里进,有时候都不需要招魂,光站在那里就有灵体过来窜门,听到如此金毛的消息,永强赶紧趁着热劲拿出了准备许久的东西,当年那场大火后,邪教在现场遗留的各种道具,匕首,魔法书等应有尽有,魔术师还是对此不屑一顾,甚至拿出匕首开始尬眼起来, 永强赶紧制止了他,想让小金对自己的现状发个言,小金倒是很坦然,他给自己的状态起了个名字,叫蠕动先生,经常会有一些很可怕的想法,蠕动进自己的脑子,他能清晰的感知到那个想法不属于自己,也许每个人心里都有一个恶魔,那些恐怖的念头时不时都会窜出来,幻音刚落,旁边的电子音乐器突然发出了难听的声音,全场观众都被这声音吓了一跳,就连现场的玻璃杯都被镇碎了,魔术师赶紧上去拽了电影线,这时小金才说,这就是他体内的恶 魔搞的鬼,永强立刻嗅到了流量密码,那你不如就在这把恶魔召唤出来给大家开开眼吧,博士立刻拒绝,说招魂必须在安全的环境下,这里太复杂了,万一出事怎么办,可今晚对永强太重要了,他直直的看着博士,满眼乞求,博士耐不住他的请求,还是同意了,永强一任狂喜,立刻切广告,准备招魂道具,可搭档过来告诉他,已经有不少工作人员从后台溜了,毕竟还是有惜命的聪明人的,但永强却强硬的把所有人留住,哥们为了大家的饭碗 在这被架在火上烤,结果你们先溜了,不行,要死一起死,一切准备就绪,节目再度开始,小金被绑在椅子上,博士告诉大家,今晚不管什么灵体来,都只能靠小金的肉体显现,而他自己则是打开这道家属的钥匙,不管大家看到什么,都要忍住,别被吓尿了,小金在博士的阴脑下逐渐睡去,等他再次醒来,面相都变了,恶魔出现,他用粗犷的声音凝笑着,转头看向永强,我们曾经在红树林里见过,永强吓尿了,红树林正是他加入红山会秘密� 随后恶魔又看向博士,现场曝光了他与永强的暧昧关系,并当场编出了各种各样的混段子,还是恶魔玩的花呀,博士被戳中要害当场破防,删了恶魔一巴掌,这一下让小金短暂恢复了清醒,博士也醒悟过来赶紧道歉,可很快,恶魔再度现身,并张开大嘴想要咬住博士,眼看情况逐渐失控,博士掏出胸口的十字架,试图驱算恶魔,可万没想到,平时十分有用的驱魔圣警,今天竟然完全没用,恶魔甚至笑着和博士 一起背诵,突然小金嘴里又传出女人的声音,矛头直指永强,你是怎么搞的这么一坛子的,这个声音分明就是妻子的声音,就在这时,现场突然窜出一道蓝光,小金带着座椅直接飞了起来,原地旋转两周半后摔了下去,小金也恢复了原形,看来这次恶魔是真的走了,博士立刻上去安抚小女孩,随后又是广告时间,在后台,博士质问永强到底在宿里里干了什么,永强闪烁其词不敢回答,另一边搭档找到制片人,说后台的同事已经躁动不安,却被制片人再 再次骂了一遍,现在这个节目可是火遍全美了,刚刚那段招魂,可以说是除了登月以外,美国最爆的节目了,你们现在又是停了,那和直接烧钱有什么区别,可此时永强却也些怂了,刚才王岐的声音让他有些后怕,可在制片人的压力下,他还是上台了,这一次依然是魔术师先开喷,他怒斥其他人,把小金一个小女孩当容器,难道你们的内心不会痛吗?还没等博士怎么解释,魔术师话锋一转,开始试图用魔术的手法,解释刚才发生的事情,说博士只是搞了一场集体催眠, 不信的话,他也能露一手,保证节目效果不输刚才,搭档本来就怕得要死,现在还得被拉去当志愿者,心里已经开始骂娘了,魔术师掏出一块怀表,没几下就把搭档催眠了,开始问他为什么怕蠕虫,搭档很好奇,对方是怎么知道的,那玩意又恶心又腻味,魔术师笑了,搭档突然开始浑身骚痒,竟然从背后拽出一坨虫子,更可怕的是,他的衣服里已经塞满了虫子,正在啃吃他的内脏,魔术师看活儿差不多了,打个直想想要结束这场催眠,可搭� 碗口粗的虫子,竟然直接从他的眼球处破体而出,魔术师赶紧大喊,醒来吧我的搭档,瞬间全场安静,虫子果然不知去向,魔术师看到施法成功,得意的笑了,而搭档则完全不记得刚才发生了什么,这场催眠其实最像是所有观众,在录像机里并没有什么如虫出现,魔术师傲慢的表示,他已经拆穿了博士的把戏,可回放到小金的片段时,摄像机里却清晰的记录了他变化的全过程,最恐怖的是,永强一针一针回放,竟然在画面里看到了王琪的 身影,魔术师还在辩解,这一切都是永强策划好的,可永强已经面色恍惚,听不进去什么,突然小金开始抽搐起来,一道蓝光冲出他的体内,化身小电人站了起来,左右手各两道电光直接把他的头披成了两半,如此恐怖的恶魔形态让众人慌了神,搭档拿出十字架想去摸,却被看了一眼就扭断了脖子,脖势也被向这儿勒住飞起,魔术师在下嘴不硬了,跪在地上宣布笑容,却依然被烧成交叹,现场一片混乱,一时间演播听宛如人间炼狱 永强所在角落不敢吱声,突然恶魔看向电视机,电视机瞬间只剩下雪花点,随后一张恶魔的脸浮现其中,永强并没有死,被制片人紧急拉走了,可他似乎陷入了幻境,一遍遍出现在自己过去的尴尬表演中,最后他出现在了和电视台签合同的那天,这时他才意识到那不仅仅是一份工作合同,同时也是他出卖灵魂的契约,从那以后他把自己的灵魂卖给了恶魔,只求更多的娱乐与流量,最后他被两个白炮人带了出去,前面等他的竟然是那个被� 死的主教,他恭喜永强今晚至少涨了50%的收视率,随后催促他跪下,跪在带着邪教面具的人面前,喝下圣杯里的液体,刹那间永强面前打开了一道大门,对面是妻子的病床,看着宛如风中残着的妻子,永强心里只剩下悔恨,妻子别无他求,只想让永强杀死自己,永强没办法,只能用那把献祭匕首杀死了他,突然画面回到现实,自己面前的并不是妻子,而是坐在椅子上的小金,现场一片狼藉,永强恍惚惚的学着魔术时 让搭档清醒时的话,醒来吧,入梦人,看这里,一遍一遍的重复,但回应他的只有蛮长死记,摄影机在关闭的前一刻,弹出了最后的提示,降临完成